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榮, 幫幫忙, 我有件事很想了解 我經常想知道女孩子的夢想是甚麼 女孩子的夢想應該… 搶答, 我懷疑我知道 我覺得女孩子的夢想應該是男人 因為幾歲的女孩子想爸爸抱抱 然後十幾歲的女孩子 希望跟男朋友去街街拍拖 二十幾歲的女孩子 應該希望跟男朋友結婚 然後三十幾歲的女孩子 是女人, 希望跟男人生一個寶寶 對 就是她吃啪啪 總括來說, 女人的夢想應該是男人吧 可以這樣說嗎? 其實我覺得幾歲大的女生 她喜歡爸爸泡泡的原因 她喜歡有人親 到十多歲的時候 她喜歡跟男生拍拖, 拖手 應該是她想嘗試戀愛的滋味 二十多歲的時候想結婚 就因為她想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三十多歲的時候想生嬰兒 就是她們想實踐做母親的偉大使命 所以正確地來說 男生在女生的夢想中 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我知道了 怎麼了? 我相信男女孩子的夢想應該是一樣的 什麼夢想一樣? 即是將心比己跟我一樣 很簡單, 兩個字, 快、樂 即是說夢想很簡單, 就是快樂 今天主角… 這集我們的主角 就是一位十分瘋狂的喜歡紅貓的少女 Sharon 紅貓想嫁, 這些是平時送的 他們去旅行都會買手信給我 不過每次手信都是紅貓 無論是大小的用品 只要引有紅貓的樣子 Saron都會不惜一起盡量搜集回來 這個紅貓特別是圓形, 圓形幼漂亮 因為她對紅貓情有獨鍾 Saron至少已經有一個夢想 希望可以跟紅貓作親密的接觸 為了達成這個夢想 Saron必須要完成一項特別的任務 就是先要幫這位五歲大的小朋友 Chan仔完成她的夢想 今年幾歲? 五歲 你問姐姐,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麗祥姐姐 那這幾天你都會見到我 你顧不顧著你媽媽? 顧著嗎?我沒見過你媽媽 你有沒有你媽媽的照片? 讓我看看 我來這裡, 是嗎? 是 是 好一點 你喜歡爸爸多一點還是媽媽多一點? 有, 兩個 你們都這麼喜歡, 是嗎? 是吧 其實Chan仔的夢想 就是希望告訴遠在內地生活的 爸爸媽媽知道 他已經長大了, 懂得照顧自己 不用父母擔心 首先Chan仔要巡旁指導Chan仔 令他通過幾項測試 證明Chan仔真正長大 究竟Chan仔有沒有信心 令Chan仔夢想成真? 跟他相處了一段日子 那一段時間 差點被波批中 是的 有甚麼感覺? 你也看到了, 都比較悶潑 真的很好動 其實相處得不太久 但他很容易跟人熟 雖然Chan仔和Sharon的夢想並不相同 但要達成 就必須靠他們倆同心努力 第一項測試 Sharon要引導Chan仔懂得去街市買東西 你知不知道你爺爺和媽媽喜歡吃啤酒嗎? 媽媽喜歡吃甚麼? 難道Chan仔忘記了媽媽喜歡吃甚麼? 不是, 你常常說的 他說說的很好 淡水魚, 是不是? 原來Chan仔忘記了媽媽最愛吃的淡水魚 還成功買了 爺爺喜歡吃甚麼豬肉? 紅椒豬肉吃甚麼? 豬肉, 肥豬肉 手肉, 肥豬肉 肥豬肉, 怎麼吃? 很肥肉 雖然老闆指責Chan仔的決定 但Chan仔堅持要買爺爺 最喜歡吃的肥豬肉, 果然醒目 好, 果然醒目 媽媽, 要吃甚麼生果 蘋果, 你想買給他吃嗎? 不如我們買給他吃吧 好嗎? 我幫你帶上去給他吧 好嗎? 買蘋果給他吃, 好嗎? 買給媽媽吃 Chan仔還親自為媽媽選擇了漂亮蘋果 對媽媽、爺爺、媽媽都這麼細心 這項測試有夾 進入第二項測試了 Chan仔要學習吃飯這項日常生活 吃飯時間一到 Chan仔已經自動自覺坐好了 還第一時間夾菜給爺爺 喂, 掉了 幸好夾回爺爺 另外也懂得夾菜給媽媽 這麼大堆菜 Chan仔也非常有禮貌 又為Sheron姐姐這位客人夾菜 不過, 好像在吃飯之前忘記叫人吃飯 所以在這項測試中 Chan仔只是得月減成績而已 接著Chan仔就要表現一下自己的才能 涼風柔順 秋月無邊虧 我思嬌的情緒好比度日 軟至柔和濕至柔和 傷心我痛心我眼淚 除了記性好之外 原來活潑過人的Chan仔 還有一種秘密武器的 就是耍拳 對… 全都不但它很難 可天啊 你化一下 你現在要做做飯 我怕他吃飯 我怕你吃飯 你… 我怕我吃飯 我怕你吃飯 我乱去啦 大不过啦 那边什么来的 花价 花价 哪里 那边 哪里 哪里哪里 我爱是在乌龟跌倒 小心跳着好多泡泡 前雪茅 狗仔都搞 没关系 我爱是在乌龟跌倒 我爱是在乌龟跌倒 小心跳着好多泡泡 洗衣服, 洗衣服, 洗衣服 窗仔洗澡就完全怎樣了 不過原來不懂洗衣服 所以只得月佳的成績 最後窗仔就要準備一份 特別的禮物送給媽媽了 媽媽經常喜歡吃 媽媽經常喜歡吃 窗仔會把自己最想送給媽媽的東西 放進紙箱裡 好 完成 那放什麼?窗仔, 你打算 蘋果吧 窗仔裡面有媽媽最喜歡吃的蘋果 窗仔也親手畫了一幅畫送給媽媽 這個心裏面是甚麼?你送給媽媽 吃 愛他 吃嗎? 好, 包起來 媽媽 你這麼快 好好畫 你那邊怎樣 我喜歡嗎? 我喜歡嗎? 希望你收到我的禮物送給我了 媽媽好吃我 姐姐好吃我 媽媽, 我愛你 愛我 是想要 看 我 我 你的孩子 叫 我 抱 你 我 媽媽 的 我 這份禮物充分表現出 槍仔對媽媽真摯的愛 媽媽, 送給你 我自己看見的風天正式路 這麼年年的地方 你還沒說出一句名字嗎?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 小心點監製給你 在一塊完全陌生的地方 Sharon手上只有一個地址 到底她可否把槍仔的禮物和心意 送到她媽媽的手上呢? 經過了過多小時的車程 Sharon終於來到廣州 初次踏足廣州, 可謂人生路不熟 她好像有點迷惘 很遠, 是不是廣州嗎? Sharon很努力地四周問人 看看有沒有方法可以找到目的地 是三水 原來第一站是要先到方川 過了兩個小時的車程 巴士的乘客已經呼呼入水 過多一會兒, 巴士終於去到方川了 Sharon已經急不及待地下車 她馬上趕去車站 打算問一下 搭甚麼車可以去到三水 看著地址, 好像不知道怎麼辦 左找右找, 終於被她找到了 三水, 終於被她找到三水 終於是, 終於去到達了 去到了 原來, 坐這輛車是可以直達三水的 Sharon坐定定, 等開車 在這一下, 她的心情非常緊張 和興奮 就連自己未吃壓, 她都不在意 沿途都有很多乘客上上落落 令到車程更加漫長 又悶又長的車程 令到乘客都充滿水衣 Sharon終於來到三水了 越來越接近目的地 不知道Sharon這一刻的心情是怎樣的 她找到好氣憤 找不到好心 又過多個小時了, Shharon還未找到目的地 烈日當空, 漫長的路途 更加令Shharon覺得辛苦 究竟她還要走多少路才能到達呢 Shharon, 千萬不要放棄 她繼續向前走 好像有所發現 我到了, 到了, 三水中了 槍仔媽媽家在哪裡呢 這裡不是三水中 找不合適, 唯有再找過 究竟在哪裡呢 究竟這裡是不是呢 沒有反應, 唯有再找過 又是沒有人應援 沒辦法, 唯有繼續找 因為Sharon覺得 為了槍仔, 絕對不可以放棄 不知道這間又對不合適 Sharon很緊張 小姐, 找誰 找… 找前途 阿, 他是前途 你還在玩嗎 對 成功了 你… 是不是前途兄 是啊 你是不是小槍仔的, 媽媽 是啊,是啊 那好吧 好… 你好… 打開來看看 哇… 哇… 你不太想吃 你不太想吃 足以吃 想著你 你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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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乖 很乖 喂 昌仔遥远送来的小小礼物 已经令他妈妈深受感动 也触动他对儿子的思念 那么将来 哈啰 让你ğl贮你 介乳 喜欢我 对 我会没去你的眼泪 聪ition 愿 folder 如并 Holda 好 好 少起路的牙齒 真正的一種 水培 步 I love you 槍仔 媽媽收到你的禮物 很開心 知道你這麼生性 媽媽也很放心 你將來還要去的 還要聰明 知道嗎 槍仔媽媽還不忘托Sharon 帶完以最愛的飲品到香港 不想你一生 帶你 槍仔 大家去吧 我看到這麼開心 月光光照地堂 槍仔你乖乖笨浪 這早晚月光擦印我 睜望要睜報天光 你們記住 不要生氣 千萬 媽媽,我愛你 對於今天的體驗 Sharon有甚麼感受呢 為了槍仔我也不會去 但你見到她媽媽看到餅帶 你那時候是否覺得自己做了一件事 很有意思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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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這次的女生會長大嗎 或是成熟 或是獨立一點 去邊也可以 去邊也可以 經過這次之後真的 對 去邊也可以 你大膽 你已經大膽了 對 那你現在有甚麼期 不喜歡看我 看紅包 然後帶點東西給翔仔 這個充滿愛的旅程 Sharon深深地討回到 翔仔和媽媽深切的親自之情 Sharon成功幫翔仔達成夢想 今天她就向自己的夢想進發 很快Sharon就可以親親她最愛的熊貓 Sharon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 搭進熊貓的居所 熊貓終於在她眼前 Sharon為了慷慨的熊貓 就算再辛苦的工作 也一樣做得好起勁 Sharon在熊貓中愛的程度 甚至要親身感受一下她們的生活 我現在還有什麼節目 幫她掃錢 換她 我也是 謝謝 好 媽媽 我不用走了 可不可以拿來留念 怎麼樣? Sharon終於可以親手捉摸到 她最愛的大熊貓了 今天心願得以達成 這份喜悅一定永世難忘 回來香港 Sharon第一時間去探望小槍 你自己畫的? 是呀 很漂亮 那麼你媽媽就拿了東西給你 就說你很喜歡喝的 汽水 謝謝媽媽 槍仔媽媽除了請Sharon帶來 槍仔最愛的汽水之外 還特別交托Sharon帶一份 很溫馨的心意 你玩一會兒 我不知道 什麼? 心 對了 你帶了心 吃了它 含著頭 不過都是在這裡 含著兩身那裡 是不是? 看到媽媽收禮物時的喜悅情形 槍仔感到非常滿足 不過再看到媽媽感觸落淚 甚至連家人也傷感起來 槍仔不其然渴望 在姐姐手中尋求點點的安慰 你媽媽都哭了嗎? 在場每一個人包括爺爺都忍不住哭起來 還有媽媽 最後連一項堅強的槍仔都留下一點男兒女 沒事的 我看到她這麼小 出來離開過媽媽, 對嗎? 對 寫好, 寫得 寫回媽媽吧 寫回媽媽 寫回媽媽好嗎? 好 她是槍仔的一個遠方媽媽 幫她達成我 我覺得她好像死亡媽媽一樣 寫回媽媽 Sharon終於達成了槍仔的夢想 令到她遠方的媽媽 同樣感受到槍仔的成長 遲一刻 Sharon感觸良多之外 槍仔也充滿喜悅 很少… 很少這麼特別, 這種小孩 真的很… 很堅強 謝謝… 謝謝姐姐 什麼? 三… 最好, 你不搶了 是有珍我… 跟著你… 嘩, 很漂亮 謝謝… 謝謝… Sharon想不到槍仔會動得為自己 送上一份這麼特別的禮物 謝謝… 謝謝你, 槍仔 謝謝你 其實也很感謝槍仔 給你一個這麼… 這麼好的回憶給我 就是我… 很感動, 是吧? 對, 很感動 對, 很感動 對, 真的很感動 認識多了個朋友 對 謝謝… 謝謝… 媽媽 謝謝… 槍仔的可愛, 乖巧 種種事情又做了一次 令Sharon深受感動 你真是… 又哄人生 很漂亮 永遠記得在這裡 Sharon和槍仔在這次夢想過程中 除了建立了一段寶貴的友情之外 更加為對方製造了很多快樂和甜蜜的回憶 當中點點滴滴 永遠都會留在兩個人的心底 濕的 兩位擁抱著童年夢想的大小朋友 同心去努力 甚至為對方付出無限的愛 這一份無私的詩語 實在是非常難得和可貴 其實夢想是可以和別人分享的 你又願不願意為別人去付出 同心去創造一個夢想 輕鬆小故事 煩悶到始終止 百必分你我 百必分付錢 是為著愛志